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我是爱你们的迷妹 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拆迁的故事 星际民航九,起义 八苦星是一个与世无中没有科技的世外桃源 每个居民都靠自己的劳作过得很幸福 但这似乎是一个楚门的世界 他们的一切生活都被山坡上的人监视着 突然数据打破了这份宁静 穿了隐身衣的他摘掉了头套 吓坏了村民们 然后又用手里的武器让监视者们现行 进取号的船长老皮很快就收到了将军的命令 要他将数据的构造图传送过去 老皮觉得不对劲 立刻前往数据所在的八库星球想解救他 而此刻星舰上的将军正在和桑那人赏讨着什么计划 他坚持不能让八库的村民们受到伤害 并且给赶来的老皮12个小时调查关于数据异常的真相 于是老皮立刻来到了八库星球 他们发现是桑那人的武器射中了数据 才导致他出现了故障 他们立刻唤醒了数据 询问他最后的记忆 是在八库的水库 数据竟然在这里发现了高密度的中微子 将水库中的水全部抽调之后 这里竟然藏着一艘隐形的飞船 飞船内竟然是八库村庄的全新影像 老皮立刻意识到数据是因为发现了这个秘密 而被桑那人追杀 桑那人想不动声色地将八库人转移离开这个星球 老皮回到金曲号后 发现所有的船员都变年轻了许多 八库人这才说出星球的秘密 三百多年前他们一居来到这里 星环发出了一种逆变辐射 能够重建基因结构恢复青春 让星球上的人成年以后就不再衰了 而这个星球上的成年人实际上都已经三百多岁了 金曲号的停留严重扰乱了桑那人的计划 将军也要求老皮快点离开 桑那人有收集星环逆变粒子的技术 星剑联盟才选择和他们合作 逆变粒子的开发可以造福几亿人 延长所有人的寿命 在医学方面是重大的突破 而这只需要牺牲六百个八库人的利益 更何况他们本来就不是这个星球的原住民 星剑联盟和桑那人只是在帮助他们回归到自然的进化 尽管老皮坚持认为这是不对的 也拗不过上级抢硬态度下达的指令 没有人知道的是 这其实是桑那人的一场复仇 善良的老皮决定违抗上级的指令 帮助八库人反抗 于是他们连夜赶往八库星 设置反传送器前往山洞 但还是在长途跋涉中遭到了桑那人的袭击 强制传送走了好多人 老皮在和桑那人的战斗中发现 他们的基因居然和八库人完全相同 原来百年前桑那人妄图夺权 失败后被八库人驱逐出境 这次的计划就是单纯的想利用星际联邦复仇 而星际联邦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 卷入了一场民族恩怨 恼羞成怒的桑那人首领 准备不顾所有八库人的死活 开启采集逆变粒子装置 摧毁这个星球 一个还有良心的桑那人 看不惯首领伤害同族人的做法 选择了七暗投明 帮助老皮一起拯救八库人 一到宏观过后 桑那人被传送到了全息船上 摧毁八库星的倒计时 也及时停了下来 但桑那首领不甘心复仇失败 他将自己传送到了采集装置上 重新手动开启了倒计时 老皮为了阻止他跟上了采集装置 将其成功引爆 并且在爆炸的最后一秒 传送回了飞船 剑取号再次拯救了一个星球的生命 而老皮也在这一次的探险中 收获了一个永驻青春的爱人 是时候该请个假来把库星休养生息了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赞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承恶扬善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迷妹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学电影 下期见了